欢迎回到台湾以前的一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在北港烹煮面线湖的阿峰老板有一副菩萨心肠 他把赚来的钱拿来买下房车捐赠乡礼 还送爱心餐给弱势团体 老板说自己时时刻刻都抱着感恩的心 因为母亲以前就是靠着面线湖撑起一个家 现在他有能力了 以享用面线湖的温暖 帮助更多需要爱和关怀的人 叶晨峰夫妇典型台湾牛摸黑就起 穿梭在店面为道地北港人早餐做准备 做这个就是要浪贡 浪贡才会给你 那东西才会好吃 我是坚持今天要买今天很多 我也不能偷工也不能减料 热水在锅里自意沸腾 一根根白面线下锅 阿峰忙着煮料 一问就跟在后头枕里 不多说 夫妻俩默契十足 倒是沉中划破了这一夜的寂静 在这儿听了十几年喔 相和啦 比较平静 天色渐亮 这一天是假日 就读高三还有高一的儿子 自动早起来店里帮忙 你又在帮我喝饮料喔 你们很厉害喔 五点多都会准时来报告啊 有时候比较晚 面餐饮的哥哥钟豪 已经有心理准备 要接掌老爸的店 摊台的一切显得驾轻就熟 现在准备了几分了吗 几分喔 三分而已 三分而已 你的满分是几分啦 满分 十分 三分而已 还要学得很多 还很多 清晨六点热乎乎的面线糊 滚的冒泡 滷肉 滷蛋白香气四溢 快木桶蒸煮出来的油饭 一吃就是两碗 这个怕水 这样迅速 这个油饭喔 比较快熟了 我们鱼港的饭 鱼港这些饭喔 是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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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好 蒸好 再刷这肉汁 刷肉汁 还刷这些乳蛋白 做这个就是家族性 然后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啦 家庭会好乐啦 一家人忙在一块 这是阿丰最大的快乐 天色渐亮 人气也跟着来 在这里大多时候 都是顾客等食物 而不是食物等顾客 好呢 吃肉饭 要包咧 好 没有 他的生活啊 就像老伯爷子 戳不起了 运动的啊 要去市场做生理的 对 都很早 对 都很早 农业时代 吃一碗油饭不够饱足 才衍生出 清一色的面线壶 壶中还清晰看得到 丝丝面线 在地人吃法 搅浸一颗鸭蛋黄 再淋上卤汤 半点卤肉 卤蛋白 就是一碗丰富营养的早餐 粥一样有没有 对啊 而且那个线条 那个面条都没 就是碰到那个整个像粥一样 线条都割掉 我是住都市 所以比较少接触那种中式早餐 对 但是吃了以后觉得 那个味道蛮好吃的 蛮意外的 是一碗扣吗 对啊 正常来讲这个可以吃到两碗 华顺入口的古早味 在北港朝天宫 已经飘香50年 阿峰维持古法 用大骨汤 慢火熬煮白面线 骨汤汤煮白面线 现在的面线切断 切一段一段 这下去 这现在等下来煮嘛 那底下你没煮会炒汤 煮车点多久喔 煮喔 烤又不太烤 还有看那面线 才有那个口感 那个吃相比较好 吃面线糊配上的卤蛋白 口味独特 这是妈妈利用剩料 在做出的美味 全蛋泡了 没熟 所以你一定只泡这两年而已 那两千要怎样 两千要怎样 两千老一百的人都比较缺 现在比较不容易跟我们倒掉 没菜 所以他们拿起来 拿起来 他们就开始在想想 这两千要怎样用 所以我们老夫知道 我们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这样滴这会滴味 比较小一点 体质较小 比较小一点 我们下去滴 变成就另外一种 赚钱的 那个食材 当年阿峰的妈妈是同养媳 丈夫外遇 但她还是全力侍奉公婆 每天先把煮好的面线糊 喂给老人家吃 再推着餐车到朝天宫做生意 为人妻的心酸 加上生活困苦 阿峰从小看在眼里 长大后顺势就接手摊子 没想骂打下基础 阿峰为人热忱 使得面线糊名号传开 越来越多人冲着这一位来到北港 阿峰没有因此骄傲懈怠 反而让更需要饱餐的人 也可以获得温暖 对母女 她妈妈要洗肾了 所以就是随时都会有 随时都有状况这样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找不到 找不到她们人在哪里 爸爸就是固定早上都会去 去就是用面线糊啊 还是买什么东西 如果找不到她们的话就 吊在那个树枝上面这样 每天固定送餐给喜庶母女 还捐赠消防车给乡里 小儿麻痹的阿峰 面对生命积极也感恩 在这里扣麻祖母贼青 我如果母书单亲 一个人要带我们四个小孩 还要红台 那就是大家看 所以我都感觉是麻祖母 来跟我们照顾的 我就想我们就 要如何报到麻祖母 自己能回馈 香烟 吹烟早已融在一块 心愿寄予老天爷 美味暖静武藏庙 依偎着朝天宫 日出而坐 日落而席 一日复一日 面线湖 湖中有着浓郁化不开的感恩之情 这期请 천 standby shapes 还没见到 是 可以 明抬礼 你 诌尔